港國民主共和國 明令禁止墮胎 首都金夏沙 每天卻有約四百位的婦女 冒險從事不安全的墮胎手術 當地非營利組織就盡可能提供 他們心理 醫療 以及法律上的協助 而國會當中也出現了呼籲 墮胎合法化的聲音 化名瑪莉的年輕婦女 要求媒體不要公開 她的真實身份 她說她一年前懷孕了 卻因為無法留住孩子 只好選擇偷偷墮胎 後來瑪莉飽受感染之苦 只能送醫接受立即性治療 雖然身體已經恢復健康 心靈創傷卻還沒完全平復 港國民主共和國首都金夏沙 每天都有四百名婦女 像她一樣 暴露在不安全的墮胎 手術風險中 非營利組織阿菲亞媽媽 試圖化解這個困境 阿菲亞媽媽為這些婦女 提供心理 醫療 以及法律上的支援 儘管民主綱果簽署了馬布多公約 允許婦女在遭性侵或健康受威脅時 得以流產 刑法中卻明定禁止墮胎行為 為了促進婦女取得自己的生育權 有國會議員呼籲大力改革 剛果立法 這次的國會會期 預計會就刑法修法與否提出辯論 記者林瀟茹這次報導 好